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许跟他是天天晚上都在泡茶聊天 而且很早就很熟的朋友 你觉得不需要违避吗 我天天就在吃饭喝酒 泡茶聊天的 这个部分在道义上也应该违避 但是有些人就说 我跟像校长或是教授 或是全校的学生我都叫过或是怎么样 那是不是全部的人都要违避 道也未必 那这个东西 有些东西你没有直接关系很密切的 包括你是他的指导教授 教授一定要违避 或是说有导师或怎么样 很亲密的 倒是不一定要 因为有着老师你是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 大堂在上课 那也有私生关系 你说这个也是有应该违避的 那倒是未必 那也要看个案的一个情形 那第五个 医疗的伦理的一个原则 里面也是 那我们今天 我特别举一个例子 是医学伦理的案子 那医学伦理有一些行善 诚信 自主 不伤害 保密公益的一些原则 这也都是在学术伦理 那里面你对那个病患做医学实验的话 要征求他的同意 那基本上我们学术伦理范围比较广 有的人说是研究伦理 有的人是医疗伦理 有的是说医学伦理 但是不管研究伦理 医学伦理 都是属于学术伦理的一部分 好 那我们在处理一些违反学术伦理有哪些类型 包括学校的 还有我们教育部 教室资格审查的 或是国科会的 大概是有这几类 第一个 研究数据造假或是假造不死的内容 包括修改数据 修改图片 让你的假设跟你的结果是符合的 这个是最严重的犯规 会错误引导他人的研究方向 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浪费是最大的 这个部分 你后面看如果有造假的部分 修改也是非常重的